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吃喝玩乐 跟着蓝宣乐生活的单元 好所以今天的话呢 又回到了美食 所以呢照例的我们邀请到呢 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 美食作家 哈喽一安早安 大家好一安 好那春天来了 这个就是感觉上 一样也要带来非常非常春天的料理 就我们今天要谈一些菜对不对 对 春天的长在野外的 好适合吃野菜喔 就是平常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是瓜 然后秋冬的话是比较多根莖类 当然冬天也有很多很棒的蔬菜 对对对对 它们是那胖胖型的 到春天的时候有很多芽类的 嫩芽类的蔬菜 而且是奇妙的 就是奇巧型的那种蔬菜很多 有些叫不出名字来 就是我是慢慢慢慢在这几年中 认识很多的野菜 很想在今天介绍给大家 OK好啊好啊好啊 那所以呢 但我们要先从一开始 大家比较熟悉的野菜 对不对 再慢慢讲到不知名的 对 很奇怪的野菜 熟悉的野菜 这个我认得 桂妞 桂妞 对 但我喜欢吃桂妞 我觉得好好吃喔 我一直觉得 嫩嫩的 有点点黏黏的 它跟这个菜长得很像 就是龙须菜 对 有点有点 但是龙须菜就不会黏 对龙须菜 差别在这里 龙须菜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熟悉啊 佛手刮 因为我讲过 对对对 嫩叶 所以它是刮的藤 它是嫩的藤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那个刮的藤 它是有点 就会那个 QQ虚虚的那样子 圆圈圈虚虚 对对对 短一短一的 它比较 它长相很奔放 就叫做一整把 很多 翘出来的这些 细的藤 我非常喜欢吃这种虚菜 然后这个 贵妞跟它长得很像 可是味道其实不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 我后来去试图 辨识贵妞跟龙须菜 贵妞跟卷 对 好像电话线 对对对 小朋友 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电话线 它是超卷很小的 那种黑人卷 黑人卷也是 泡面 泡面 比较像泡面 对不对 像泡面 绿色的泡面 它这样讲很可爱 对 它是蕨类 所以它是那个蕨类 如果真的打开来以后 蕨类会很苦 所以它是蕨类的 超级超级嫩牙 所以它还卷曲起来的时候 它们就会采收 所以你有看过 它不是就是长大了以后的吗 长大以后它有 就不卷了 对 采收的时候已经会 矩矩的了 对 它叶子会打开 打开以后 它的那个叶子的 那个 分叉很密 就是裂叶 非常的密 这样 长大这样 大部分是凤尾爵吗 我不是 这不是我 我很熟悉的领域 这样 嗯 但是它就是 蕨类的嫩牙 OK 所以跟龙须菜吃起来不一样 对 但都没关系 我们在煮的时候 都可以 我有一个小小的 怎么讲 撇布吗 对 你会怎么吃 比方说 比方说龙须菜 要不然炒 诶 龙须菜 这个太 凉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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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味道跟佛手瓜一样 是很轻嫩的那种 对 它比较没有怪味 所以你要炒 单炒 什么都可以 对 或者是炒肉 我觉得它都很合适 你这样讲是 对 它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个性很好 这样 但是贵妞就不是了 贵妞 它就是有黏黏的 对 那你要炒肉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时候不是 吃起来觉得肉是肉 菜是菜 它没有那么合 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对对对 它因为它有一点黏性 而且它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到底要切多大 要切很细的话 它有一点太一坨一坨黏在一起 然后切太大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不容易咬 嗯 我自己的话就会喜欢利用它一点点的黏性 我会稍微烫过一下 然后我们有时候去这个很台式的日本料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很台的日本料理店里面 他们会把蔬菜 譬如说菠菜 烫过以后用那个竹帘卷起来 有有有没错 凉拌菠菜 是很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放点胡麻酱 对 胡麻酱 超级好吃的 贵妞好适合这样子做 是是是 我也吃过 把它当那个菠菜一样 因为它有这个微微的黏性 所以当我们就只要用 譬如说保鲜膜也可以 或者是做日式寿司的竹帘 把它稍微卷起来以后 哇 它自己可以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以后 我们把它切断以后 让它立起来 就会变得好可爱 这样一束一束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以前拍了 就是一束一束 有点像一个小柱子 对对对 爱爱的小柱子 其实在 对对 在日本料理店 他们也会这样做 那你上面放什么 我上面放的是盐渠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盐渠 它有一点 盐渠我没吃过 介于盐跟酱油的中间 它也是米去发酵 但是它看起来是 它就是米啊 它就是米 对 米发酵了以后 就是它是盐味的 那我们知道酱油是 有一些是 米跟这个黄豆一起嘛 是 对 然后 它的这个酱味 因为它发酵比较久 所以它酱油比较重 盐渠是 好像发酵到一半的酱油的那种感觉 它会有一点点的酱味 就是有发酵香 现在对于发酵物都有点紧张 听到发酵物都有点紧张 那大家还是用那个护麻酱 但是可以放 一定要记得温度就是了 就是温度跟湿度要 不要是潮湿温暖就是了 而且真的放冰箱 也不能放太久 像这个盐渠也是 它会一直发酵下去 那这样子吗 就是赶快把它吃完 会买很小份量 其实护麻酱也是 因为它也是这个带油分的种子 对 都不要买太大罐 所以都不要放太久就睡了 对 对啊 在那个时间以后 我真的也是清掉一波 真的吗 很紧张 很紧张 事我想很多人家里面 事实上都应该这样做 我也一直想说 对我家的罐头好像 可以要清掉一些 趁这个机会 说有时间把它都整理一下 也是不错 真的是 OK 好 贵尿是真的一个很好吃的 而且它那个黏液 我 蛮喜欢的 对对对 吃起来我觉得 它很润 好 所以这个是夏天 起来很舒服的一个菜 那然后的话 还有什么 好 这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蛮常见 很常见的野菜 只是说 我现在想 好像超市也有在卖 就是可能不一定要 超市 我觉得好像比较少看到 对 但是在那个传统市场 那这个季节 哇很多 现在很多 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菜 它就长出花来 我觉得吃这些菜的花 我觉得也很棒 嗯 嗯 这个就是一个 对 我觉得你看 你这边有这个花 小花 这个蛮少见的 比较常见的 这个是马兰头 马兰 就是它是一种 马兰 马兰如果是在上海菜 是不是云住民 云住民我不知道 马兰欸 我在这个斗六的菜市场看到的 当初是在 一开始的时候 在斗六的菜市场看到 有这个 马兰 如果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就问了厨师朋友说 这是什么这样 他跟 呃 这个季节有 小精英 呃 会放一起卖 小精英是一种蒲公英 然后我们如果吃苦茶的话 里面就会放 小精英是 吃这个养肝的 所以它一定是苦的 那吃它的花吗 花 然后它通常是煮成茶 但我就想说苦的 而且应该听说是蛮苦的 蒲公英应该是数一数二苦的 这种植物 这样的吗 看起来花很可爱 对啊 所以但是 哦 苦的话 那我就当花叉就好了 我就买回家 但是 这个马兰的话 它不太 它是香 它有一点像 我们讲这个 马玉兰 或者是这种比较有土地香味的香草 嗯 那个香味 然后在上海菜里面有一个 马兰头拌豆干 就是 马兰头的意思是指 马兰的嫩芽 所以在菜市场卖的 已经是这个嫩芽了 嗯 然后配一点小花 我就把它稍微摘了以后 也是拌 这花很漂亮 小小的 然后蓝蓝紫紫的颜色 然后中间的 芯的部分是淡淡的黄色 很漂亮啊 因为像小雏菊的感觉 对对对 那你说它吃它的哪个部位 因为这边看起来 这把它嫩芽 这都全部都 如果是在照片里面的话 这个已经全部都可以吃了 哦 它是在菜市场 它们在卖的时候 已经是采过嫩芽 哦 所以叶子也可以吗 嗯 主要是吃这个叶子 哦 ok 好 所以呢 那我们要先休息 好 你把它做成别的了 对对对 哦 ok 好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马兰 马兰 对 它可以怎么样子的料理 看起来很漂亮了 我觉得这个听 看起来就会 好像可以先买回来 把它插在花瓶里面 没错 插个半天一天的 然后呢 欣赏完以后 对对对 再拿来煮 对不对 ok 好 它可以煮成什么呢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回到冷薪时机 职合现场邀请到的 饮食作家 如一安来聊天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春天的野菜 那比较常见的是 像龙旭菜啦 像是这个 贵鸟 贵鸟 那接下来这个 我就已经觉得 我不太常见了 这个蛮少见的 真的 对不对 那名字 听起来蛮好听的 而且好像有听过啦 这个马兰 好 那这个马兰的话呢 可以怎么做这个菜 我也是一开始也是想说 哇 这真的完全没吃过 你会跑到斗六去逛菜市场吗 对 应该是说 因为工作跑去斗六 然后大家就说 你去斗六要去一下 那边的菜市场啊 因为在云林的话是 全台很多的这个农产品 主要是蔬菜的集散地 那当然比较多都是送去西螺 但在附近就是很多的农产 可能是我们很熟悉 然后可是没看过那么多亮 或是不太熟悉的 都会在那边看到 这样子啊 就有朋友说 那可以去逛一下菜市场 那真的很大吗 斗六的不大 西螺的超大 就是大家如果 是有到拍卖的那种感觉吗 拍卖 可是如果是下午的时候 他们没有 就是气氛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其实蛮可以去 对 对 他好像几乎没有在休息的 他的下午的时候 大家还是在卖菜 就是不是只有早上而已 所以可能早上是有很大批发 那接下来是面变修 没有 他也是大批发 他那个很夸张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就是当观光客一样去 但是不要就是打扰他们太多 他们那个 比如说高丽菜 对 25公斤 25公斤是什么概念 就是他就放在一个超大的 跟那个 很像我们去那个罗马看 那个古代图书馆一样的 那个超大立面 然后全部堆上去 一整面墙的高丽菜 它是有点像篓子 可是是超巨大篓子 然后那个葱也是 他说小姐要买葱吗 12公斤 12公斤怎么买 真的啦 可是他那怎么办 不能够买两把葱吗 不能买 然后阿伯也是用那个摩托车 然后勾一个那个 有点像拖车那种 12公斤拖在那个摩托车后面再走 那个连上摩托车都有困难那种 哇塞 真的很有趣 他家真的只能逛吧 不能买吧 因为他不会菜分卖给你啊 对 他就是你来捣蛋的 对 但我去的时候大家很有善 就是我们一看就能拿相机 看起来就是观光客 看起来很笨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还算蛮友善 然后去看了以后 真的会觉得 哇好厉害喔 真的是一个物产风瑶的感觉 对啊 真的是观光客的 看到那种会有那种喜悦的感觉 对 我们再回来这个 斗六 斗六发现了这个马兰 那你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马兰吗 因为我们如果介绍半天看起来很不错的话 那要去哪里买啊 哇这个可能真是要碰运气 因为这个卖我的这个阿嬷 他们也是家里自己摘的 我拆在这个 譬如说云林 然后嘉义台南的附近 其实蛮多这个阿嬷嘛 他们都还是自己有在种一些野菜 或是他们会去采这野菜 也许不是种的 像这个季节还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蜀麴草 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是自己种 他们就是会沿着那个河岸边去采 哦这样子 然后我家的附近也是有几 我家住三虫 也会有一些那个阿嬷在菜市场 能够外围摆摊的 他们都会去采一些少见的野菜 哎我有注意过 那都少少的 量都不算多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啊 说哦我都有在吃这个 他会很兴奋啊 然后他就会常常供应 就他知道有人买 就会常常供应这样 然后他就常常去摘 蛮好玩的也很有人情味 好 那你说这个怎么做 那我就上网查说 天啊马兰 那我要怎么煮这样子 所以你也不晓得 我就先上网 对先上网查 查了以后就发现 上海有一个菜 就叫做马兰头拌豆干 那他主要就是 也是酱油味跟醋 黑醋 看起来像小菜 他是一个小菜 然后在上海的话 他们会把他压紧在一个那种 很像我们Don Amigo那种 小的那个罐子里面 然后他会把他这个倒扣出来 然后是像布丁一样 对所以他会很整齐的一个小罐 所以我觉得是上海一个名画面吧 你这样讲我觉得我吃过 而且他在他里面是不是可以被 类似像什么雪菜取代 对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大家可能买不到马兰 问题是他这个太好吃了 他就是酱油醋黑醋 然后蛋这个麻油 就这么简单 然后那个麻油香出来 马兰的味道比较 马兰味道有点轻冲 就他就他就是 我觉得他里面带的某一种 像精油的那种冲感 然后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 譬如说 比较带像有一点点广获香 或者盐兰草的那种 橙的味道 可是不会很橙 他也是清香居多 我觉得春天野菜都是清香居多 这样子 你说有点冲会像冲菜 冲菜是什么菜 哇冲冲菜是芥兰 不是是芥菜 芥菜嘛 对不对 芥菜的头 小芥菜的头 对对对对 哇冲菜真的冲 对 芥菜的冲是芥末那种冲 我说的冲比较像是青草的那种冲 所以还是青草香 吃过才知道 但听起来好像很诱人 我觉得这个 很有春天的感觉 这个对 我觉得上海的这个拌法 就是他的这个拌豆干 豆干又是一个很温和的味道 那豆干要先炒过吗 我怎么办 我是那个马兰头 或是你买到任何有点不熟悉的野菜 其实都可以做这个做法 菜的话自己先烫好 因为它有时候 像这样子的野菜 它可能带一点苦味 那你烫的以后 它的苦味会消散一些 OK 我是自己喜欢吃 有一点点苦不要太苦 然后这个豆干的话 就把它切好细碎 对 然后这个菜烫好 以后也是把它切好细碎 然后豆干如果你是已经卤过的 我觉得可以不一定要再炒 那如果你是白豆干 那就要加盐 或是这个刚刚的 先调味过就行了 先煮熟 然后就 我觉得如果是已经调味过的豆干 直接用拌的好好吃 它这个黑醋酱油跟麻油 这个无敌组合 黑醋酱油跟麻油 不就是撒瓜干面也是这样吃吗 也是无敌组合 就是好吃 对真的是好吃 又简单又好吃 对 然后就是它这个菜的味道拌下去以后 马上就变成一个不同的层次了 OK 那你刚刚讲说可以拿别的菜来替代 除了我刚刚讲的学菜还有什么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介绍好多 有好多啊 对 春天找到的野菜 好啊好啊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 这个继续是我们礼拜五呢 谈美食的单元 那现场的话是如意安 我们继续来聊呢 春天的野菜啊 好那这个野菜刚刚讲了 是一个叫马兰的 对 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 是你说你很喜欢的 这个我很喜欢 它是山当归 或是 其实 山当归 它没有当归味 就我们想到当归 会想到那个迪化街的当归 对啊 这个 寺物 不是 对寺物汤里面 寺物中药里面的 当归 它没有当归味 它是像芹菜味 但它是 像芹菜 芹菜是 芹香 山桶花 也不是山桶花的味道 哦对也不是 芹菜跟山桶花的中间我觉得 它会比芹菜稍微浓郁一点 但它还是芹菜的香感 然后叫山当归 它的 这个 它蛮大一重的哦 好大一重 你的照片看起来不是很大 真正的话是多大 真正的话 不像空心菜那样子吗 像空心菜 或菠菜那个大小 然后通常会连羹一起卖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连羹一起卖 我猜它的羹可以吃 但是我 当时没有留下它的羹 那你这样讲有道理 当归也是吃它的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当归的味道之所以 呃 腰味很重 所以它就是它的羹 对嘛 然后这个是我们吃它的叶子 OK 它叶子这个采下来以后 有点像我们那种 那个 蜂香那样 是三角的 哦三角 一直用手笔 对 它是 三 但是长长的三角 嗯 中 就有点像芹菜叶 大家想看 芹菜叶子细看也是有好多的角 可是芹菜叶带苦 对不对 这个不会 嗯 所以它很适合像刚刚那样 我们在拌这个马兰头一样 它也是稍微轻轻的烫过以后把它切碎 嗯 当它切碎的时候那个芹菜 比芹菜更趋近于铜蒿一点点的那个香味 芹菜叶子会散发出来 所以拌在这个豆干里面的时候很好吃 嗯 那因为这个我买很大一把 所以就想说 哇那我要来山当归三吃好了 然后 啊不是啊 你没有想象力的 因为太很多没有办法一次 就是就是拌这个豆干这样用完 所以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可以煮鲁鱼汤 鲁鱼它本身就是很清鲜的这种鱼类 所以就放了这个山当归以后 你就想象这个有芹菜香 可是它又有甜味 所以加进去以后 可是那比较像点缀式的吧 还是说可以放一大把 我放了一大把 因为它不是像芹菜会带苦嘛 所以我就是把它当就是一个配菜 放很多进去这样 OKOK 所以不是说撒香菜的概念 说撒一点点 对 其实是好像反过来 以鲁鱼的那个甜味跟鲜味 来会这个山当归的那种感觉 那你有加勾芡吗 我没有勾芡 对 我是有点汤感 所以这个山当归本身 它如果只是菜去煮汤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鲜味不够 所以加了鲁鱼以后 它鲜味够了以后 你再大把大把的这个 吸呼噜连汤 吸 然后这个吃个菜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菜蛮好吃的耶 嗯 然后就可以消耗很多 那它的口感呢 看起来其实有点亮亮 会有点硬吗 一点点会一点点刮刮 所以通常还是要切细碎一点点 但我在喝汤那个时候没有 我就是整把下这样 对 然后还有第三吃 第三吃 就是这种山当归 我去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常去 这个Find Dining的餐厅 有一家叫Logic 就是在台北市 还蛮有名的一家 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它有 它的菜单很常换 譬如说两个月就会换一次 但是有一道菜 一直会放在菜单上的 就是它有一个蒸蛋 但它这个蒸蛋上面呢 放了一球 很像冰淇淋的这个点缀 然后蛮大一球的这个冰淇淋 它就是用这个山当归来做的 这样子耶 对 它的那个味道 所以当初有吃出来吗 有 因为他们会介绍 然后我看到这个菜的时候 一开始我没有很想买 我想说做什么 这样我在冰浆看到 然后一开始看到说没有没有很想买 然后后来我我又摸了一下 然后才离开那个摊位 结果摸完后离开之后 我就闻了一下我的手上 好清香喔 然后我就又折回去说 这是什么我想买 他才说山当归 那他一说山当归的时候 想啊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 就联想到你说那个Logic 我就跑回去买下来 那还有一种这个叶子呢 我觉得更常买到 因为像这个的话 大概就是春天这个季节 但是有另外一种野菜叫角菜 角是那个角落的角 他跟这个山当归不但长相很像 他也是这样三角 很像风香这样 然后味道也很像 也是清香型 带一点点芹菜香 但他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草味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也是可以把它烫过切碎以后 像刚刚那样拌豆干也很好吃 然后这个在市场里面 大家会叫角菜或叫珍珠菜 因为他的花他比较矮 他没有这个山当归这么大一把 他比较矮他长得比较靠地面 然后他在开花的时候 那个花白色一整串 会很像小小的珍珠 这样子 所以也会叫珍珠菜 这个蛮常见的 但是如果拿在菜市场卖 他就不会有那个花串 所以你比较难去联想说 他为什么叫珍珠 对就说 嗯 珍珠菜 珍珠在哪 所以他如果说拿下来 在汽菜市场卖 他就会长得跟这个 蛮像的 很像 对 然后一样我觉得就是煮鸡汤 炉鱼汤 然后你大把吃它 我觉得很好吃 真的 我最近这个 就是那段时间感冒在家的时候 后来呢 刚好有朋友送我那个虱目鱼 我后来发现鱼汤在感冒生病期间 很有力是不是 真的很有力 我骗你 我就是前 比方说在家 就是养冰淇淋 大概前五天左右 就是有点点 就只不过喉咙痛而已 但是整个人就有点病炎炎 后来他提醒我了以后 然后又送我这个鱼汤 我就拿来煮 然后炖豆腐 然后加豆腐在里面 整个人就整个 因为蛋白质嘛 一个是植物性蛋白质 一个是动物性蛋白质 对就有补充到 总人精神很多 我后来发现 原来为什么病中都是要吃鱼汤 真的 或是这个 生产完以后 也是要吃鱼汤 对啊 因为我以前没有那么爱吃鱼 海鲜类 我就喜欢吃有贝壳类的 我觉得这个 对啊 他就补 可是又不会是传统那种 补的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就很清爽 好适合春天 真的很适合春天 所以刚才 妍安在讲到说 鲁鱼 然后配一些山铜 什么山当归 山当归啊 或者搅菜的时候 我觉得好 很棒 大家帮自己补一下 真的真的 而且是春天那种 微微的补 对 又清爽又补到 对啊 真的 嗯 还蛮好的 好 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 先时间 继续和饮食作家 鲁鱼安 来聊天 继续讲春天的菜 春天真的感觉很棒啊 然后我觉得出去走走玩玩也很棒 然后的话吃吃野菜也很棒 或者去菜市场逛一逛 买一些野菜 对不对 回来自己煮也很棒 接下来要介绍也是 我在 比较不是家附近的菜市场 遇到一个野菜 它叫木耳菜 这我从来没听过 真的 对木耳菜从来没听过 我在北部几乎没有遇到过 它跟木耳没有关系 不是木耳是真菌的 只是它看起来一片一片 只是它的这个厚度有一点点厚 然后圆圆的 会有一点点像木耳 它长起来有点皱皱的 怎么有一点点像浮瓶的感觉 对对对 不过蛮大的 对就是对很像那个 金钱草 很像那个铜钱草那种 铜钱草 金钱草对 而我最近也买了铜钱草 真的铜钱草 可是它只能种啊 你是说它可以吃吗 有一种叫雷公耕的 也叫铜钱草 可是跟刚刚讲那个 盆栽的铜钱草 不是同一个人 后来回家 我就回家把我的盆栽 拿来酒吃吃 因为它很会很茂盛 对对对 不能乱吃 这种木耳菜 我是在高雄的内围市场 遇到的 也是有一次跑去高雄 那那时候已经过了 你真的很爱逛菜市场 真的 已经变成我观光景点 没到一个地方 想说这里有菜市场吗 这个也是一个乐趣 我就问这个高雄当地的网友们 说 这样已经过了早上的时间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市场可以逛 大家就说 你可以去内围市场 它的这个是黄昏市场 而且黄昏的时候会非常热闹 然后我一去 我就有点吓到 就是它的那个苦瓜 一条是十块 五块十块 我想说五块 那个全部卖完 你今天营业的到底多少 然后就有很多很奇妙 我猜也是自己种的居多 OK 就有看到 内围在哪里 内围它在靠 已经比较靠近左营那边了 OK 高雄比较北边的地方 那近期是因为 内围艺术中心开了以后 就变得比较有名 这样子 内围艺术中心就是这个 那样美智的那个 朦胧潮湿的早晨那幅画去了以后 然后就那位东西就很红 对对对 我去的时候刚好有展出 所以那时候 先去看了展 然后就跑去这个市场看 它就有一些 我觉得北部没有那么常见的野菜 但是我后来放在这个IG上的时候 发现南部的很多网友 他们都说这个很常见 真的 奇怪了 没有那么不常见 那那还是我小时候也没吃过啊 真的 我也没有吃过 那是近期年 对不对 然后像这种不熟悉的野菜 我通常会 这个 可能不是好习惯 大家不要学 我通常会先生吃一下 了解它的个性 然后会就是起一锅热水 然后稍微烫一下 稍微吃一下它的 但是会觉得说 但是你要确定它可以吃就是了 菜市场买应该可以 不要在花式或其他买 不要在路边自己摘 真的不要 我们有请过大翔老师 来跟我们教一些可以吃的啦 但是就是你要很懂得分辨就是了 我觉得很害怕 因为像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属曲草 大家也是会说 不就去自己摘就好 我不太敢欸 因为我没有 就是觉得眼睛很灼 像你刚才讲说 什么咸丰草也可以吃 那路边到处都是咸丰草 那我眼睛太灼 我想说我万一真的摘错怎么办 对啊还是有点风险 然后这个想要告诉大家的 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一个 料理不熟悉野菜的一种手法 就是因为像这种野菜 它可能很清脆 譬如说木耳菜跟刚刚那个 带香味的山当归 或是饺菜比较不一样 它是清脆感 就是它有点厚度嘛 所以它吃起来后 OK 这个有一点质地 有点像我们没有山酥这么哇 非常有脚感 但是 呃 往山酥的方向去一点 还是有一点点厚度 就是你这样讲 真的有点像我们说的 不管是金钱草或铜钱草 那个有一点点厚度的感觉 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鲜味 这种时候呢 我会用一个有鲜味的 呃汤或者是这个食材 去衬托它 刚刚讲的这个鲁鱼是一种 或是木鱼也可以 那如果是吃素的朋友的话 我有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 昆布跟竹笋的高汤 去汇煮也好 就是汤不要太多 就先把这个一般的昆布 干的昆布 泡了比如说30分钟以后 然后把它煮开 然后这昆布就会砸开嘛 那我们平常如果是要做日式高汤 我们就可能这个昆布就没有药了 对不对 就放旁边 但是它其实 它蛮好吃的 你就把它剪细剪得是可以入口的这个大小 然后它这个鲜味还不够扎实 所以我会再加笋片 其实刚好这个 春笋 对绿竹笋可能还没出来 可是这个乌壳绿已经出来了 现在是乌壳绿 乌壳绿已经有看到 就大根的 它可能吃沙拉或者是这个凉拌 没有这么适合 可是煮汤很OK的 然后我就会 就鲜味可以粗一点点 对对对 可是它很大根 你可以取上面 细一点的地方 然后把它拆成这个小圆片以后 跟昆布汤一起煮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滋味鲜美的 素食者也可以用的高汤 然后再来衬托这个买到的这些 很奇妙的这些野菜 就我就是蛮享受一件事 对啊对啊 而且这个看起来也很漂亮 都是圆圆的 对不对 圆圆的叶子 圆圆的这个竹笋 对不对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我自己喜欢的一个私房的竹法 真的哦 好这个叫木耳菜 木耳菜 OK好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这个 好我们刚刚讲的太多 大家不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来回到一个 大家好像很熟悉 但是看起来也不太熟悉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也是豌豆夹 在春天的时候也会常常看到 豌豆夹 我们吃豌豆 豌豆或甜豆都可以 的夹 夹就是在市场上 哇这个现在很容易买得到 他们会一包一包装好 不会很长 那是四季豆才会有 对对对对 就是不是那种长豆型的豆 对我知道 因为像什么四季豆啊 豌豆啊 对对对 豌豆的 就跟着夹 对 像这个豌豆有其实严格来讲 它有好多种 有吃为了要吃里面的豆豆 而种的 所以它就是豆用豌豆夹 所以它的夹可能就是会摘掉不吃 然后把里面大颗的 对大颗的豆子 就是捡出来吃 另外一种是就是吃它的夹的 所以它会 OK 豆子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品种有一点点 微妙的差异 但是基本上还是都是 豌豆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 它的那个豆甲是有点烹起来的 它是甜豆 它的甜度最高 而且它的豆甲 比较脆一点 超脆 对 脆一点 它是有一点厚度的 对 那像这种的话 我都很喜欢它的 就是它很脆很好吃 那但是如果你整个 把它的这个 我们会这个摘丝 摘丝以后去炒 它整个的时候 它其实偏大 如果你要把它炒到透 甚至里面的豆子的青 就是有点青绿的那个 没熟的味道 要炒透的话 外面的夹有时候会没有那么脆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难怪我觉得我不认得 所以你把这个夹切了一丝一丝 没错 我就把它斜切变成一丝一丝 那它在切完以后 因为它的这个 它就变得很快熟 所以我们就 然后维持它的夹的脆度 对 就是其实你油 然后一点点蒜爆香了以后 那个这个切好的 这个豌豆夹的丝 一下去以后 你只要随便翻一翻 它就熟透了 OK 它里面的豆子也是 它你在切的时候 当然会有点跑出来 但其实还好 这个不错 然后它就会很清脆 我好喜欢这个 所以就是每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买一两包来 你这样讲真的是 所以只要改变切法 就可以改变它的口感 对不对 我觉得原本 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吃 豆子味道的人 也会觉得说 这个清脆的这个甲 本身其实很好吃 是 这个其实就是 随手就可以去买了 马上就可以做了 对不对 这个比较常见 对 不是 但是这样炒法 这样的建议的切法事实上 对 没有特别即将去想到 那你炒什么 这是姜吗 大蒜 大蒜 炒蒜就很好吃了 对 然后下盐就很好吃 OK 清清脆脆的 真的是很好吃 看起来 好 肚子都饿了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 Rian来聊天 那最后我们要开箱 因为一开始的话呢 他就摆在我们前面 对 要先开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做好带来 对啊 这个 原来都很感人 每次来我们节目 就是一早起来要先做 这个其实很简单 对 我们 请圣姐开箱 小萝卜 超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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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是真的是 流行起来 流行起来 我这不做 不做这种柜的朋友都在做 真的吗 我想说为什么 我也是因为春天的关系 季节的关系 可是她们以前没有做过啊 就是今年开始好多人在做 你喜欢那为什么 不过超萝卜真的好吃 对 超萝卜呢 我就是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盧燕的草花櫃跟人家不一樣 跟人家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滑下來 一般的草花櫃是整個都是 綠綠的 是一致的綠色嘛 但是呢 盧燕的草花櫃有斑點 所以你仔細看就會知道說 真材實料 而且它是剁碎了 對 但是沒有夠碎 因為真正的草花櫃 就外面賣的草花櫃 它實際上是 它是腳的草碎 對不對 像汁 我覺得它可能用汁去 就是譬如說 原本我們吃草花櫃大部分都去九份吃嘛 它是把它整個煮的超糊以後才去打碎 你有看過是不是 對 大部分教大家的做法都是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它的這個 它 我是用艾草嘛 這個我們茶櫃有兩種 可以說是三種 一種是艾草 我今天做的這個就是艾草 也有這個我之前做的 是那個蜀麴草 喔這就是蜀麴草 蜀麴草酒煮的話 它會變得顏色非常的咖啡色 然後我就想說 蛤我不想要那麼咖啡色 我就稍微煮一下 你看這個 我就稍微煮一下 可是蜀麴草它很韌 它沒有那麼容易打碎 OK 所以我就是用手切 把它切碎以後 再拌在這個糯米糰裡面 以前我們都覺得好像 這個東西 這自己做的出來嗎 超容易做的出來耶 真的 你這個怎麼做 所以你這個就是 用剁碎的方式 但不要太碎 就是艾草就拿去 艾草或者是蜀麴草 或者是老實說你要三桶蒿 或是這種任何有香味 菠菜也可以 菠菜沒有香味 它很綠 超綠 你就拿去跟燙青菜一樣這樣子煮 那一般的話 他們那種整顆很綠的 可能要煮十分鐘以上 那像艾草的話 它酒煮也不會變深色 就它會還是非常非常的綠 菠菜也是 它會超級綠 那有一些這個野菜 它會變咖啡色 會比較沒那麼可愛這樣 那我的話就是 只有燙一下就拿起來切 所以它的枝並不是很綠 但是因為艾草很苦 所以它的枝我沒有用 因為有一些它是 連原本煮的那個枝把它打碎 艾草相當苦喔 那為什麼吃外面的草莓 不會覺得苦啊 他們真的有用艾草嗎 我不知道 如果你要就是吃不了苦 可是你又想要這個 過過肝癮 用菠菜蠻好的 或者普通的菜 其實都可以耶 因為人家包水餃皮 都用菠菜啊 對沒錯 就是它其實不是那麼 就是什麼一定要過年過節 而且艾草其實一年四季都可以猜得到 然後我的話是 那這皮怎麼做啊 重點是皮怎麼做 對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那個比例是不是很難 我自己做過好幾次 我一開始也是非常謹慎的 按照這個比例 譬如說糯米粉 譬如說你可以 其實可以百分之百用糯米粉 但它蒸起來以後 會有一點變形 糯米粉會讓它比較軟 所以大家會加這個 做那碗粿的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它做起來的 如果你全部都用再來米粉 它就會變成碗粿那麼硬嘛 所以我自己的話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三層 三層是這個再來米 然後七層是糯米粉 後來發現 因為我在家做很多次 我後來都想說 就糯米粉就好啦 我還要特地去買這台米粉 蒸起來不會跟蒸的變形到哪裡去 喔 所以你是不是全部用糯米粉也ok 也ok的 然後就是你把這個艾草 我自己的話是沒有加煮艾草汁 因為太苦了 可是如果你是其他的這個燙鍋的青菜 把它剁碎也好 用調理機打碎也好 連汁把它拌到這個糯米米糰裡面去的時候 你就按照你自己覺得這個軟硬適中 不會黏手的狀態就好 它的比例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酷 ok 就不用很嚴格 但是它就是一個汁 汁然後拌在這個糯米粉裡面 對然後呢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糰 就像水餃皮一樣 對就像水餃皮一樣 喔就像水餃皮啦 會到那麼固體喔 超級就是它就是米糰 喔這樣然後在裡面就開始包你想包的東西 沒錯那老一輩子他們會加一個叫龜翠 為什麼要加龜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包過鹹湯圓 就是你真的是糯米粉 然後要包很大的東西的時候 它很容易裂開 所以老一輩子他們就會把這個 剛剛拌好這個糯米糰對不對 弄一塊下來 丟到熱水裡面去把它煮熟 煮熟以後把它再把它丟回來 因為它的煮完以後它是很黏的嘛 ok 所以它在丟回原本還沒有煮這個米糰裡面的時候 它的這個延展性會比較好 喔這樣子 那重新再揉一遍 重新再揉一遍以後 你再包那種 就你想要皮很薄 然後包很多肉的話 就可以了 就完全可以 那如果你是純糯米粉的話 會有一點 喔這好好玩喔 就不用加什麼東西 把它自己 把它自己煮熟 把自己本身煮熟再放回來 再放回來 超簡單的 然後你想要包什麼都可以 但是一般的話 就是會包紅豆跟這個蘿蔔米嘛 就很細碎的蘿蔔絲 很細的蘿蔔絲 或者是蘿蔔 就是切很小很小這樣 那我今天 我有就剛好有這個 櫻花蝦 我們講了一整集很素的這個節目 而且放了一個蘿蔔蝦 對 可以吃吃看 真的嗎 可以吃了 我剛剛肚子一直在叫 你知道嗎 一直等待最後這個關卡 請請請 所以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吃的過程當中 就跟大家說再見囉 好 拜拜 太棒了 好謝謝拜拜 INE innovation 關卡 Cesia 尺詞 Cesia